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TAMI的商品总值在今年上半年达到了200亿美元 超过了2023年的总销售额 但供应商的抱怨声浪也随之而来 其次 我们来关注一下巴黎奥运会上的中国青少年运动员 他们在冲浪和滑板项目上的出色表现 引起了社交媒体的广泛关注 14岁的滑板运动员崔晨熙在女子街头赛中获得第4名 而来自内陆地区的冲浪选手杨思奇 也闯入了女子冲浪项目的前16名 他们的勇气和决心赢得了网友们的赞扬 最后 中国对美国议员吉姆麦格文实施了制裁 原因是他频繁干涉中国内政 这些制裁措施包括冻结其在中国的资产和财产 禁止与他进行交易 并拒绝向他及其家人发放签证 这一事件再次凸显了中美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南华早报近日爆发的针对国际折扣购物服务平台 TEMU的抗议活动 揭示了PDD Holdings旗下平台与其供应商之间的固有矛盾 数百名中国大陆供应商在周一涌入位于广州的TEMU办公室 指控平台存在不合理政策 多位商家抱怨TEMU对卖家的罚款系统不透明 且缺乏救济渠道 罚款金额可高达产品价格的5倍 这一政策虽然帮助TEMU在海外市场迅速扩张 但也导致供应商利润微薄 广州一家家居装饰商黄女士表示 她的账户因投诉被冻结 超过200万元的资金被平台扣留 深圳一家智能手机卖家称 其业务因罚款和扣留资金损失约8万美元 TEMU在周二的声明中表示 一些商家拒绝通过正常仲裁和法律渠道解决争议 母公司PDD在2023年年度报告中将与商家的关系描述为商业风险 称若无法维护和扩大与商家的关系 公司收入和运营结果将受到影响 南华早报 中国青少年女运动员在冲浪和滑板运动中展露头角 成为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话题 15岁的杨思琪是中国首位奥运冲浪选手 她在塔西提岛的TQPO海浪中进入女子冲浪项目前16名 被体育评论员称为绝对的勇士 14岁的滑板选手崔晨熙在女子街头项目中获得第4名 创造了自东京奥运会以来中国在该项目中的最好成绩 杨思琪出生在四川梁山的一个内陆地区 9岁才第一次见到大海并开始冲浪 她在面对巨浪时的镇定和勇气令人震惊 11岁的滑板选手郑浩浩是今年中国代表团中最年轻的成员 她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 透露了自己成为滑板行业顶尖选手的梦想 许多人将她与滑雪明星谷爱玲相提并论 认为她在巴黎奥运会上必将大放异彩 南华早报中国周三对美国议员吉姆麦戈文实施制裁 因其频繁干涉中国内政 制裁措施包括冻结她在中国的资产和财产 禁止任何中国组织或个人与其进行交易或合作 并拒绝她及其家人入境签证 此举是中美关系恶化的背景下 中国对美国议员和公司的多轮制裁之一 此前中国已对支持台湾的美国议员迈克尔·麦考尔 和前议员迈克尔·加拉格尔实施制裁 麦戈文和麦考尔曾提出法案 呼吁美国加强对西藏的支持 自2018年贸易战和新冠疫情以来 中美关系不断恶化 美国对中国的人权记录 疫情处理及对台行动提出批评 而中国则指责美国干涉其内政 并采取遏制策略以阻止中国崛起 北京视台湾为中国的一部分 必要时将通过武力实现统一 尽管大多数国家 包括美国 不承认台湾为独立国家 但华盛顿反对任何通过武力 夺取台湾的企图 并承诺向台湾提供武器 德国之声报道 干旱对农业的影响 每年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 无论是在欧洲 美国 还是中国 面对这一全球性危机 人们开始探索各种解决方案 现代灌溉系统被认为是缓解干旱影响的有效手段之一 通过优化水资源的利用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此外 政治层面的措施也至关重要 例如制定更合理的水资源管理政策和推动国际合作 以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 通过综合运用科技手段和政策调整 人们希望能够减少干旱对粮食安全的威胁 美联社报道 英国西北部南港发生的刺杀事件 导致三名儿童死亡 多名儿童受伤 随后在社交媒体上迅速传播的虚假信息 加剧了紧张局势 警方澄清 嫌疑人并非社交媒体上所传的17岁寻求庇护者 而是出生于英国的卡迪夫 然而 这并未阻止右翼人士利用虚假信息 煽动对移民和穆斯林的仇恨 导致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南港 意图制造混乱 英国政府和社交媒体公司 面临如何控制在线有害内容的挑战 尤其是在埃隆马斯克收购X平台后 打击虚假信息的团队被大幅削减 尽管警方发布声明 澄清了嫌疑人的身份 但部分公众仍质疑警方是否隐瞒真相 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紧张局势 《卫报》报道 尼日利亚著名歌手 演员和活动家奥尼耶卡 温维努在拉格斯的一场私人派对表演后 突发心脏病去世 享年72岁 他因其在20世纪80年代的情歌和妇女权力歌曲而闻名 被称为优雅的骏马 温维努不仅在音乐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 还积极参与社会活动 推动妇女权益和反腐败 他的代表作包括1986年的迪斯科经典 One Love和1999年电影阴谋的配乐 You and I 温维努的去世引发了广泛的悼念 尼日利亚总统伯拉蒂努布 称他的作品将永存于世 他在职业生涯中经历了多次转型 从流行歌手到福音歌手 再到政治家 始终保持着对艺术和社会正义的热情 他的坚韧和自信不仅体现在他的音乐中 也体现在他的生活和工作中 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榜样 Yahoo US 报道 美国股市周三大幅反弹 科技股复苏推动纳斯达克指数飙升 投资者为美联储即将做出的利率决策做准备 标普500指数上涨1.5% 而科技股集中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则飙升超过2%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则小幅上涨0.1% 科技股在经历了几天的重创后再次攀升 七大巨头公司的首批财报 引发了对人工智能AI增长是否会成为泡沫的担忧 然而一系列利好消息推动芯片股在盘前反弹 AMD、AMD因AI驱动的收益超预期而股价上涨 英伟达、NVIDIA、NVDA股价也上涨超过7% 收复了周二的大幅下跌 摩根士丹利指出 英伟达近期25%的股价下跌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入场点 标志着市场情绪的转变 此外,荷兰芯片设备巨头ASML的股票 也因美国将豁免部分外国盟友的新中国限制而大涨 随着这种压力的环节 市场焦点转向美联储 预计其将在周三结束的政策会议上保持利率不变 但可能暗示未来将降息 环球邮报报道 美国墨西哥边境逮捕人数在7月份大幅下降约30% 创下拜登总统任期的新低 美国边境巡逻队 预计本月将逮捕约57,000名移民 低于6月份的83,536人次 是拜登总统任期内的最低阅度逮捕数 这将是自2020年9月以来的最低阅度数据 当时新冠疫情减缓了跨国边境的流动 即使在拜登政府6月5日实施暂停庇护的措施之前 边境逮捕人数也已经从12月的创纪录高位25万人次下降了一半 自措施实施以来 逮捕人数再次下降了一半 这帮助白宫抵御了前总统特朗普和其他共和党人的攻击 他们指责民主党 包括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 允许边境失控 庇护暂停措施将会在每日逮捕人数7天平均低于1500人时结束 目前逮捕人数徘徊在1600至1700人之间 该措施若达到7天平均每日逮捕2500人的门槛将会重新启动 移民权益组织正在法庭上挑战这些庇护措施 在暂停措施下 美国当局拒绝非法越境者的庇护申请 但未成年人除外 其他人可以寻求类似庇护的保护形式 但门槛更高 福利更少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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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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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